賽後的李慧斯說 在東京一直沒有上網 銅牌戰後才知道港隊今屆的佳織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祝她再贏得銅牌 形容她的實力和決心經得起時間考驗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早到沙田體育學院 看李慧斯出賽的直播 銅牌戰衝線一刻格內激動 她祝贏李慧斯再贏得銅牌 說她的實力和決心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成績匪現 創造香港體壇傳奇 林鄭月娥下午出席本台的奧運節目之後 跟李慧斯對談 你其實是贏了金牌 因為我們賽前都認為德國的Hence是最厲害的 所以你贏了他 而且贏得這麼大距離 你是第一的 恭喜你 Sarah 不要安慰我了 不要安慰你 在全民會再跟你打氣 林鄭月娥在節目上說 香港運動員準備得很好 成績令到全港市民引以為傲 不僅是感動 簡直是很激動 也希望透過他們那種 堅毅不屈的精神 能夠感染更多的香港青年人 要相信自己 不要放棄 林鄭月娥又說李慧斯和單車隊的成功 為體育發展的方向 和提升精英運動員的培訓 帶來啟示 強調一定會更重視這方面的資源配合 李慧斯在同一個節目中 多謝市民熱衝留意運動員的表現 因為我今天才剛開上網 原來我們拿了這麼多獎牌 我們都辛苦了兩年 其實這兩年來 我們真的很用心去準備奧運 沒有理由因為達不到一個目標 而失去了另一個目標 李慧斯之後會飛到上海隔離 被戰傳運會 武仙電視記者郭永恩報導